章节七十四,隐形人 太贝的人啊 你应当起来,你应当警告 你应当颂养你的主宰 你应当洗涤你的衣服 你应当远离误会 你不要施恩而求后报 你应当为你的主而奸忍 当号角被吹向的时候 在那时,将有一个艰难的日子 那个日子对不信道的人们,是不容易度过的 你让我独自处置我所创造的那个人吧 我赏赐他丰富的财产 和在跟前的子嗣 我提高了他的声望 而他还期望我再多加赏赐 绝不然,他确实是反对我的迹象的 我将使他遭受苦难 他对以思考,却以计划 但无论他怎样计划 他是被弃绝的 无论他怎样计划 他终是被弃绝的 他看一看 然后皱眉醋鹅 然后高傲地转过身去 而且说,这只是传习的魔术 这只是凡人的言辞 我将使他堕入火域 你怎能知道火域是什么 他不让任何物存在,不许任何物留下 他烧着肌肤 管理他的,共计十九名 我只将管理火域的造成天使 我只以他们的数目 考验不信道的人们 以便曾受天经的人们认清 而信道的人们更加笃信 以免曾受天经的人们和信道的人们怀疑 以便心中有病者和不信道者说 安拉社这个辟域做什么 安拉这样使他所抑郁的人误入迷途 使他所抑郁的人遵循正路 只有你的主,能知道他的军队 这只是人类的教训 真的,以月亮盟是 以逝去的黑夜盟是 以显照的黎明盟是 火域却是一个大难 可以警告人类 警告你们终于前进者或遇后退者 个人将因自己的阴谋而做抵押 为幸福的人们除外 他们在乐园中互相询问 问犯罪人们的情状 你们为什么堕入火域呢 双引号 他们说,我们没有礼拜 也没有祭贫 我们与妄言的人们一道妄言 我们否认报应日 一直到死亡降临了我们 说情者的说情,将无异于他们 他们怎么退避这教训呢 他们好像一群惊慌的驴子 刚逃避了一只狮子一样 不然,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希望获得一些展开的天经 绝不然,他们不畏惧后世 真的,这古兰经却是一个教会 谁愿意,谁记忆它 他们只因安拉的抑郁而记忆它 它是应受敬畏的,它是遗余摄诱的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